公交车上伤心的女孩靠着车窗默默流泪 而这时身后的男孩却温柔地拍了拍她 并递来了一张纸巾 海姨接到后礼貌道谢 接着便有时生痛哭 沉浸在悲伤情绪中的她 也从未回头看后排的男生一眼 而男孩也一直等到海姨恢复平静后才和她搭话 这时的海姨才知道 刚才给她送纸的人是善浩 下车后善浩便表示 如果海姨来自己身边的话 她绝对不会让海姨流泪 但海姨却和她说了对不起 因为从来没有像善浩这样优秀的人喜欢过她 所以在听到善浩的表白时 她贪心了 但事实上她没有对善浩动心 善浩虽然很好 可在海姨的心中认为 她更适合做朋友 并且在海姨看来 善浩这样的花花公子 对待感情也不会太认真 听到海姨的话 善浩整个人都沉默了 同时拉拉队的比赛也马上就要开始了 善浩和海姨作为主要队员 每人被分到了一套精美的衣服 但就在比赛开始前 一个女孩由于嫉妒海姨 便一直冲动想要把咖啡 泼到海姨的衣服上 可就在关键时刻 被善浩阻止 为了能让海姨安心比赛 当海姨回到更衣室的时候 善浩便对刚才发生的事情 只字不提 只是让她去另一个更衣室里换衣服 再得知女孩是因为喜欢自己 才想要伤害海姨时 善浩更是毫不留情面的说狠话 拉拉队的比赛持续到了晚上 而海姨也逐渐在这场比赛中 感受到了那份前所未有的快乐 同时危险也在悄悄逼近 后台的一个男人正在操控着台上的道具 当海姨站在他的目标下时 男人便松开了锁链 而这时台下的人发现了一丝短倪 当海姨听到时 便看到了正在快速掉落的道具 然而就在他满脸惊慌的时候 善浩便立马出手 拉走了女孩 同时她也在第一时间 询问海姨的安危